說劈腿就劈腿一字馬 對中山區建民禮的戴叔叔來說 小菜一碟 不過您知道嗎 他今年已經80歲 能夠筋骨如此軟Q 都是多年來練瑜伽打下的基礎 而且平常更可以利用 建民禮開放的活動中心 讓他們這群長者活動運動 才能維持如此軟Q的筋骨 平常我們這個設計 沒有在運動 我家裡又有運動 中山區建民禮長郭振勇表示 鼓勵長者走出家裡到戶外 活動交朋友減緩退化 就是他開放活動中心 最主要的目的 開放你們活動中心 讓你們有活動的空間這樣 連任以後 我會繼續朝這個方向來推動 因為老人家在家裡 就是讓電視看 來這邊開放空間 就是讓他們活動筋骨 一向照顧關懷長者的 基隆市議員郭美秀 就非常支持各裡 都可以善用活動中心 讓長者們有更多活動的空間 以及課程可以學習交流 來維持身心健康 當然我一定會盡量去配合 因為我真的超愛我們中山區的老人家 他們真的很可愛 然後他們如果裡面有什麼活動 他們都很樂意下來當志工 像我本身IC協會裡面的志工 幾乎很多都是退休年齡 甚至於八十幾歲也都有 他們而且很熱忱 所以說社區來講 如果有更好的地方 讓他們做一些健康操 或是一些研習班 他們其實像畫畫班 他們也沒有人 我自己之前IC協會有整理畫畫班 他們的作品都相當優秀 所以說老有所用 他們真的很厲害 目前基隆市老人總數 佔基隆總人口數 百分之十九點二三 也就是每六個人就有一位 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預估最快二零二三年 基隆就會進入超高齡社會 也就是每五個人就有一位長者 因此鼓勵長者在地學習健康老化 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